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B75的实地测试 现在我们坑的已经挖了 土的在这一边,我们先来对这个土做一个检测 现在我做的是一个J1模式 J1模式 灵敏多的话99,屏蔽15 阴吊三模式 J1,我们先看这个挖过的土地做一个检测 我们等一下会把土堆还原 这是挖的坑 我们来看一下坑的深度 这个坑的深度 34 34 下面34 34 等下我们测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深度 把铜钱放进去 铜钱放进去 28的康熙 28的康熙 我们同时把这个土堆还原 这个土是一个抛土 深圳这边的土里面杂质比较多 这个有石头,有树叶,树枝这些 可能对我们这个探测深度有一定影响 如果是夯土层的话,信号会好一些 我们同时尽量把这个土焊死一下 我们同时尽量把这个土焊死一下 那我们这个镜头晃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有人说我们这个 两台机子做假 什么的啊,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转一下,镜头转一下 看看这个环境 行行行,我们来 34公分 34公分 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在这里 大家可以听得到声音的 有个很明显的信号 每一次碳盘扫过都有一个声音 好,我再打到这个BP模式看一下 BP模式 BP模式的话呢 这个声度好一些 但是BP模式我们扫盘要稍微慢一点 这个信号相当好啊 我把这个碳盘往上再提一点 看这个深度增加一点啊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同时来看一下这个深度 加一下这个10公分有没有啊 10公分 我这个深度的话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这个深度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再测一下啊 我们再别处测一下啊 免得说是这个有虚假信号啊 其他的地方这个机器是没有叫的 啊 即使没有叫 我们同时稍微远一点 这个铁锹可能有点干扰啊 啊 这个深 其他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啊 好 我们再来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啊 那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信号 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啊 所以说这个B75这个机器的话 大家一定要熟悉它的性能 一定要去熟悉它 它才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深度 它才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深度